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他獨特的靈袖 引來了秦始皇 劉邦 李世銘 趙匡映 朱元璋 乾隆等人 還有文人默克 像是孔子 孟子 司馬遷 李白 蘇氏 鄭板橋等人 都不辭辛勞來到此地尋優仿盛 而且還留下很多的詩篇莫寶 何以益山這個地方 會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現在請跟隨外警隊腳步 一起來了解他的歷史 山東濟寧的鄒城 在春秋戰國時期是鄒國國都 同魯國呢 並稱為鄒魯聖帝 外加上又是孟子的故禮 所以有著孔孟桑子之邦 文化發祥之地 鄒魯聖賢之鄉的美誉 當外警隊來到當地的鳳凰山 發現這裡呢 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也就不足為奇 像是這座唐代的石窟 開源大佛 便是冥滿鄒魯 鳳凰山屬於仙秦鄒山系列 在春秋時期 朱魯在此地惠盟 孔子呢 也曾經登陵 現今國家一級文物 西周的龍首青銅月 就發現在鳳凰山 自唐到清末 這裡被稱為巨月山 青銅這年間呢 改為鳳凰山 這是鄒東山月文化的 重要發源地 自古呢 被稱為是鄒地之旺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叫做鳳凰山 這裡環境非常的好 但是最特別的是呢 在這個山的山崖上面 有一座從唐朝就留下來的 石窟造像 這座石窟造像 為什麼會在這裡 又是在唐朝的 什麼時候在這裡的 這座石像嘛 是在唐朝的開源年間 由當地的村民 他們集資然後鑿克的 是 距今有1300多年了 當時鑿鑿著 環象吧 老百姓就是 一個是祈求這個風挑與順 然後求這個球子吧 而且很難得的事情 他雖然是身體都已經 就是風化的比較嚴重 但是他臉部的造像 還是非常清楚 但是好像有一些痕跡 就是看得出來 他原本好像就不是 那麼的完整是不是 看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山體的 這個岩石比較特殊 上面是青石 下面是那種石灰石 它可能鑿克的時候吧 不是很容易 有可能鑿起來 好像很容易碎的那種感覺 是 可能好像沒有完工 所以下面的底座 你看不出來 它完工的樣子 是 但是很幸運的是 到現在我們還是可以 很清楚地看到 唐代的佛像的臉部的造型 傳說唐太宗東征高麗的時候 曾經被圍困在此地 信得神人相助 大敗敵軍 太宗問神人之名 神人回答說 無 無其也 趕工有祭時安明之至 特來相助 講完呢就乘風而去 唐太宗於是在山下 就興建一座大王廟來祭祀 談到鄒城的山 義山一定是不能錯過的 義山又名鄒義山 鄒山或者是東山 海拔是582.8公尺 現今呢 已經有纜車可以代步了 義山坐落在鄒城東南 十公里的地方 論它的高度 僅是泰山三分之一稍強 算不上是圍額高大 論它的面積呢 更周長 更不能跟泰山相提並論的 代是義山呢 卻以它的小巧之體 玲瓏之泰 即泰山之雄 黃山之旗 華山之顯於玉身 形成了獨具一格的自然景觀 有著代南旗觀鄒魯秀林 天下第一齊山的美誼 在說到義山呢 它跟道教的關係淵源頗深 根據義山誌的記載 義山道教有士系可考 應始於全真道北宗的隋山派 創始人是劉楚璇 千百年來在義山呢 就有宋經洋道的碑客很多 像是元朝碑客有白雲宮 仙人鵬 碧雲宮 盧丹玉 東華宮等 一共是十一塊座計 明清到民國時期呢 又累計了五十多塊的碑客 堪稱有系統地記錄了 義山道教文化的發展 跟它的轉言 義山早在秦漢時期呢 舊著成于世 它是中國古代綠智的九大名山之一 詩經魯宋 有寶有福意的詩句 書經與共呢 有義陽孤同的記載 孟子靜心上則提到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登泰山而小天下 其中的東山呢 指的正是義山 義山的奇特 在於它罕見的巨石景觀 華麗的石林 跟奇形怪狀的花岡岩 形成各種的天然群雕 有所謂的五大奇 八段景 九龍洞 十二伏地 二十四景 三十六洞天等 令人目不暇己的景點 可以說是一步一景 引人入勝 下段節目來到 兵州市轄下的柏欣縣 探訪當地的名勝跟名石 靠近就香 一顆一顆都圓圓滾滾的 然後一面間的金金黃黃的 走訪了紀明的鳳凰山石窟造像 如果能夠再到兵州柏欣縣 去參拜新國寺的 障八佛必定是殊聖之旅 而柏欣縣呢 還有許多精彩的鄉土文化 值得各位去體驗的 外景隊從紀寧返回到兵州市 因為柏欣縣呢 有一個障八佛村 是一定要造訪的地方 村中新國寺所供奉的障八大佛 正在等著我們呢 新國寺始建在東魏天平元年 西元534年左右 這一千四百多年來 可以說是歷境滄桑 他曾經經過大規模的滅佛運動 跟無數次的戰火 一度是蕩然無存的 只剩下千瘡百孔 孤零零的障八佛 出立在蓮花座上 凝視著人間的變遷 大佛身上穿著通姦袈裟 方面大耳高寂 首詩無味與怨印 勢足立在一高大的蓮花座上 表情莊嚴慈祥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它在咱們山東是最大的 也就是平原地區最大的 轉家們過來考察的時候呢 它感到很吃驚 為什麼呢 山東沒有這個石頭 那河北省沒有這個石頭 它的整個石頭的質量啊 處在川康地區啊 那就是西藏的地方了 那當初咱們往這裡運呢 這是個米 當初為什麼阿發在這個位置呢 這也是一個米 傳說一千四百多年之前的某一年 這一代久汗無語 顆粒不收 何干緊枯 方圓百里之地 人們饥荒交迫 體弱者逐一染上瘟疫 當時呢 村子裡頭有一位年輕人 他跟瞎眼的母親 是相依為命的 有一天母親也不幸染上瘟疫 非常痛苦 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 以自己的鮮血當成水 介意緩和母親的病情 但因失血過多而昏睡 這年輕人在夢中 看到一位面帶微笑 腳踏蓮花的人 來到面前說了 佛在心中眾生在景 年輕人猛然覺醒 想起村北有一口井 急忙跑去看個究竟 果然井中有著滿溢的清水 村民就此擺脫水荒 自此呢 也跟丈八佛結下千年的 不解之源 一般而言 許多的民間傳說 往往會成為地方戲曲的材料 由於故事動人 外加表現手法十分貼近民眾 讓地方戲曲呢 得以找到些許空間 像眼前所欣賞的旅劇呢 便是其中之一 這是那天我生吃家用八八輩子 砸下了兩個景願報 你和你姐姐一個人一個 啊 旅劇是中國八大戲曲劇種之一 也是山東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劇種 它是由山東情書演變而來的 來 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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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美揚 到客戶裡 十段十段把茶來泡上 美揚 你還是到許月兒 旅劇以淳樸生動的語言 優美月兒的唱腔 豐富多彩的音樂與會 深得廣大民眾的喜愛 越南夢一頭紅了 還是趕快幫你姐姐輸廣去吧 美揚 姐 妳看你呀 快去 快去 哎 啥不是啊 喇叭聲 到處笑 今天忙壞了著用啊 旅劇最突出的特點是 它既是戲曲呢 又是曲藝 實用的語言屬於北方濟南官話 它重字規律跟讀音咬字的方法 跟中國大陸的普通話 多有近似之處 因此靈活順口 易學易唱 姐姐 來了嗎 來了不就好了嘛 來了 哎 아니� arms 你的甜言 報告 oczywiście 接著一雙 好時候 吶咧你 把她收穫壁 做好了嗎 unc vacc 张口就是命不合 旅剧的演唱方法 男女腔都以真声为主 个别高音之处 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来处理 听起来自然流畅 紧紧赶口如果咱们装 你姐姐冷呀冷你去笑她 旅剧自行程以来 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不过它到底发源在哪里 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包括薄新说 广饶说 跟焦东说 但是在2007年 薄新县的驴翼镇 被中国大陆有关部门 授予旅剧艺术之乡的称号 都在1870年左右 那个时候也都是为了养家火火 也是形成的这个戏曲 但是它这个唱腔的特点 和咱们国粹的京剧一些东西 它有一些不同 因为它是地方戏 所以说它是 是因为我们一些老百姓 身边的一些事 就是说京剧它是皇宫里边的一些戏 然后我们这个旅剧 是发生的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事 有时候很容易对号入座 比如说我们在唱戏的过程中 比如说谁家谁是谁啊 跟这个戏里的人是差不多的 它生活当中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这个唱腔的特点 为什么以后比较受 我们广大的老百姓喜欢呢 因为它是说中有唱 唱中有说 就是一般都在讲故事那种感觉 就在讲你身边发生的一些事 一些人物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比较喜欢 判发财 判了一辈子没发财 发财他不认识呢 判发财 判发财做梦头 判发财 想不到政策一辈 它叫发财 判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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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得发了财 判发财 判发财 薄新县的名号还真不少 除了旅居之乡 还有董勇故里 卒都 草柳边之乡等等 眼前这棵老槐树呢 它跟董勇的传说 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是薄新的弯头村 这个村子非常特别 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棵老槐树 守护这个村子非常久的时间 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先有老槐树 后有弯头街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村子 是先有槐树 才有弯头村 对 那这个老槐树已经有多久的时间 在这里了 这个没有记得 因为想到以后 老槐树先有后有弯头街 这个村子人大部分是从河北省 河北省岛桥县先发过来 我们村子现在是19县 现在到了21县了 21县以后我们现在以后 所以说年龄不论有多么大的 他没有记得这个老槐树 拥有的历史 到底多少年了 是这么深 所以是先有这棵槐树 后面才有人搬进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槐树真的好特别 中间这根比较大的 但是它的心已经是空的 旁边有一棵比较年轻的 但是它们又好像错综复杂 然后又有人长在一起 又好像没有长在一起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长法 这个树前上去通过记事 我现在61了 我很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老槐树里面玩 通过记事的时候 这个老槐树已经中间已经空 空掉了 空掉了 所以说我们穿了一货 拿它当一个古物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棵旁边 这个好像比较年轻的 然后脂繁茂密长得非常好的 这也是一棵槐树 这个小槐树是我们自己摘上的 后来在种上的 在种上的 帮着这个槐树以后老化了以后不行了 现在不过以后多少年了 这个老槐树发了以后就不听 对啊 长得好漂亮哦 董营和齐仙女的故事 你听说过吗 你跟我讲讲看好不好 董营和齐仙女的故事 就在这里一会相会 天多正地多正 它最后就是老槐树给它当 做这个多媒人 在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 天仙佩当中呢 仙女们羡慕人间的美好生活 跟秀丽的景色 就结伴来到麻大湖游玩 在无意之中 齐仙女听说董勇卖身脏腹 身为感动 毅然下凡变成村姑 许婚董勇 并且帮助她支部还债 老槐树被齐仙女的诚意感动 帮两位做媒正婚 董勇跟齐仙女呢 岁成百年之好 老槐树从此更加繁茂 并且汇集同类 所以有着山东不死怀之说 一口气走访了 柏兴县的三个地方 现在呢 来探探当地的小吃 首先要尝的是 桥庄水煎包 其实桥庄的煎包很有名 以前在最顶盛的时候 很分散 但是有一两百间的 生煎包店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吃地道的桥庄煎包 不过到底什么叫做地道的桥庄煎包 比如说它的皮啊 它的馅啊 有什么讲究 有什么讲究 这个面 对煎 对不好的时候 它就有音乐 它不能吃 对煎 煎 要对煎 老面对煎 桥庄镇位在薄兴县的最北部 这儿的水煎包呢 被称为是美食一绝 2011年被山东省评为 一百种不可不吃的山东美食 桥庄水煎包又叫做崔家煎包 最早呢 始于1928年 是一位年龄28岁 名字叫做崔光荣的农村汉子 有一手做煎包的绝技 专做水煎包生意 当时店名呢 叫做崔家管 以献好 念戏 皮家 火候巧 博得人们的青睐 名文四面八方 一直传承到今天 已经第五代了 敲装水煎包的名文侠尔 引起很多人的羡慕 一些本地跟外地 学做煎包的人呢 就慕名前来 崔家都义务地为他们提供咨询 而且传授记忆 在崔家煎包的带动跟影响下 方圆50里的城镇跟农村里头 做水煎包的店家 就达到120家 靠近就香 一颗一颗都圆圆滚滚的 然后一面煎了金金黄黄的 哇 香透了 这个香味 这个香味 大概半条街都可以闻得到 来来来 还是烧炭的比较好吃 对 比较香 对 那一层焦焦的 就决定了生煎包 到底是多美味 对不对 刚刚那起锅的时候 整张生煎包是这样 一体成型的 然后一翻过来 每一个人看到 那个金黄色那一面的时候 都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我们的煎包是只有一种馅 也可以做别的 那传统就是像我们今天吃到的这种 韭菜突出的就是大众花料 它这个生煎包跟我们台湾生煎包比较起来的话 它的皮没有那么厚 但它皮的部分非常带劲 而且我觉得因为是用老面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点点层次分明 有一点点像在吃云南破酥包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的那些气孔会沾有那个韭菜跟猪肉的香气 然后吃到包子这个皮之后 第一口会吃到的是韭菜的部分 韭菜很香 非常香 而且韭菜的香气 配上猪肉的香气真的是绝配 但是我觉得它真正厉害的地方 是它的那个猪肉 它的猪肉除了肥瘦适中之外 它外面是裹了一层 有一点点厚度 有一点点香气 有一点点汤汁的酱 那个酱叫什么酱 面酱 面酱 刚刚大哥老张他跟我说 其实很多人他们来吃 就是五颗十颗这样子吃 把包子当饺子了 只有这样子的滋味可以吸引到大家 对 乔装水煎包不仅以浓香赏口著称 并且在崔家真诚的情谊当中 已经形塑出一种浓浓的美食文化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 他跟宾州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关系呢 下段节目要说分明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跟文学家 他提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为世人所称道 但是观众可能不知道 范仲淹呢 他曾经在宾州的邹平县 生活过18年 而当地人为了纪念他 还特别兴建了一座梵文正公祠 现在呢 请看外警队在宾州邹平县所做的报道 邹平县隶属于宾州市 名列中国大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跟综合实力百强的县份 又加上北宋范仲淹的加持 更为邹平县增添不少风采 范公祠地处邹平县长山城南 建筑清新优雅 实践在宋英宗治平二年 西元1065年 范仲淹自西文 苏州无限人 但是却出生在河北的甄定府 而且出生隔年 父亲就不幸去世 在苏州范家不愿意接纳 范仲淹母子的情况下 母亲只好改嫁到滋州长山县 也就是今天邹平县长山镇 就在他20岁的时候 到我们青阳镇的李泉寺读书 他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艰苦 在山洞里面读书 他每天晚上呢 都会读书到深夜 他每天呢 就坚持呢 用这个小米熬成粥 当这个小米粥放到碗里冷却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小米粥呢 一分化成四分 最后呢 再把这个粥上面 撒上一些野菜末 就这样呢 坚持早晚各吃两块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 而且非常刻苦地读书 我们所以说的这个故事呢 就叫化粥断记也是非常的有名 范仲淹四岁的时候 随着继父跟母亲来到长山 此后范仲淹呢 就在长山读书 昼夜不息 冬日备盛 以水卧面 食不挤 至以弥州济制 人不能堪 众烟不苦也 因为他那个时候呢 已经经历了官场的这个什么明镇暗斗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也是被扁了很多次了 已经看惯了这个官场上这种现象了 所以说余杨璐记这篇文章呢 就整个抒发了他整个人生的这种豪情壮志吧 也可以说是把他心中那种不愿啊或者不快啊 都写了出来 抒发了出来 其实他在文学上跟他在政治理念上面都有非常高的成就 那他一生之中呢 做过最高的官是什么 在北宋的时候叫参知正事 也可以说是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国家副总理 范仲淹他虽然一生被贬了13次 但是各地的乡亲父老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对对 是的 咱们从这个礼参父老这个故事呢就可以看出 因为当时的范仲淹是到山东青州去做官 因为当时他要经过自己的家乡长山 因为他从小在这长的 所以说乡亲们呢 对他的感情也是非常深厚 当他来到这个长山以后呢 乡亲们呢 在天没有亮的时候呢 就成群结队 扶老邪幼的到城西的十里处去迎接他 这幅图画我们看到就是范仲淹下马以后 与亲人们一一万寒万伦 共续亲情的场面 范仲淹15岁时呢 就被举为学究 但是关于范仲淹的求学过程 有两种说法 一是范仲淹成年之后 知道自己的身世 便慈悲母亲 在宋真宗大中祥福四年 西元1011年 到了虽阳应天府书院去求学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 商丘虽阳区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他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 留在邹平的李全寺读书 李全寺位在邹平县西南的长白山中 始建在南北朝时期 距今是1500多年的历史 当时的名字叫做龙台寺 唐中宗的时候 四僧仁万重建了寺院 在寺院落成之日呢 恰巧东山有一泉涌出 中宗寺名叫李全 但自古就有品重李全之说 李全寺是地处群山环抱之中 环境优雅 是一处安心读书的理想之地 当年寺中住持会通大师 学问精深 对范正淹疼爱有加 不仅传授了易经 左传 战国策 史记 跟诗词歌赋 在生活上呢 也是处处周记 这就引起一些小和尚的忌妒 于是经常吵嚷 扰乱安静 为了避开寺内的喧嚣 范中烟呢 只好到寺南 找了一个宁静的山洞去读书 从而发展出了 画周断基 跟教精捐僧的故事 周平的长白山 除了李全寺这一名圣之外呢 还有鹤半山国家森林公园 关于鹤半山之名的来历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呢 长山有一个姓石的书生 他十年寒窗却屡世不地 有一天在山中呢 遇到一位白发童颜的长者 给了他一书三卷 并且叮嘱他说 乳不为良利 可为良衣 就治万民病苦 此为长白衣树 单方静在这云雾中 经过一番钻研呢 果然像老者所料的 石生成为良衣 并在六十岁的时候 来到长白山居住 字号长白山人 并在某一天呢 救治一只受伤的仙鹤 从此仙鹤自愿跟长白山人为伴 鹤半之名便由此而来 后来故事的发展是 长白山人因为拒绝进攻 扶寺皇帝激怒了官府 当官军赶到山中要抓人的时候 只见山人回首招呼仙鹤 仙鹤呢 张开偌大的羽翼 拖在长白山人 飘然而去 从此境不见踪影 下段节目带各位来到青阳镇 要卷室传承五百多年的青阳宴席 兵州的邹平县辖下的青阳镇 面积不大 但是竟然传承了一套 历史五百多年的青阳宴席 据说这一套宴席的发展呢 是跟皇室息息相关的 看来青阳宴席的来头还不小呢 现在我们也去做一番了解 从门面看来 这不过是一般农家乐的等级 但是呢 从菜色跟料理手法来看 这可是明朝太后赞赏有加的一套寿宴 名字叫做青阳宴席 所以当地人非常自豪地说了 这是庄家人做的宫廷菜 相传 嘉靖皇帝的生母是河南乌龙镇 平民李凤姐 在被郑德皇帝遗忘的情况下 她寒心如苦地把嘉靖养大了 后来嘉靖即位之后呢 亲赴河南迎接李凤姐回宫 庆祝母亲的五十大寿 但在回京途中 经过邹平青阳镇的时候 却遇上大雨 无法前进 只能就地为太后办寿宴 青阳宴席是由此而来的 在做青阳宴的时候 需要多少师傅 多少锅子才能做啊 其实做青阳宴 也就是两三口锅 两个厨师 人多了这个 洗多了就三四个厨师 是 那做这做青阳宴 需要花上多少的时间 有一天你准备就可以了 是 主要是青阳宴席 就是啥整形办法 才行的 每一道菜 每一道工序 都是整形办法 当时由青阳各村的老厨师们 各自献上一道青阳美食 一共拼出了二十六道 青阳宴最标准的呢 就是献上四冷婚 那四冷婚里面这四道菜色 是随时都可以变换吗 还是是同一样的菜色传承下来 第一个菜 这是有鸡 有鸡 三个菜就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鸡 它是鸡 那边就是一节 一节为后菜了 很嫩的鸡 而且很香的青葱跟蒜头味 吃下去之后就开尾 所以这个冷盘里面的鸡肉是 到现在为止一定要有的一道 那四冷盘上完之后上什么 上四六汤 四六汤 四六汤就是桌上碗里面 比较小碗的那个是四六汤 这个是什么做的 是鸡胸肉 也是鸡胸肉 对 鸡胸肉 鸡胸肉做得好滑 好嫩 里面的汤呢 有加一点胡椒 所以有一点点刺激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冷的 然后再吃上这个四六汤 喝下这一口 不但会被那个鸡肉的滑嫩的惊艳到 加一点点胡椒汤的这个刺激 也会让你食指大动 会想要一口一口吃下去 那除了这个生丸子汤之外 四六汤还有哪 其他哪三个 有牛鸡胶 有牛鸡舌 是 牛肉片 就这四个牛汤 它为什么叫牛 为什么不直接叫汤呢 好像都是有一点勾芡 对 对 食材虽少 但做法精细 满满的是村民的心意 四冷盘 四六汤吃完之后 上的是什么 红烧肘子 红烧肘子 红烧肘子是属于四大件 四大件 四大件 冷热搭配 荤素调和 这宴席是清洋人多年累积的集体智慧 红烧肘子不是要入味要烧透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这两个多小时 要两个多小时 清洋宴有一个特点他们不用辣椒的 师傅你不愧是传承人 它不腻 不会腻 而且瘦肉的部分一入口它就化掉 其实如果我今天是主人家 我拿这个清洋宴来招待客人 我会觉得应该挺有面子的 你看看桌上正中心这四大件 大条的鱼 整只的鸡 两个半小时的工夫菜 总之肉 还有非常漂亮的小丸子 这四个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 而且吃起来就会觉得 这个主人家有用心 那四大件吃完之后是什么 是炒菜 是炒菜 节约精神外加真诚的代客之道 是清洋宴席的真正内涵 每一道料理都充满诚意 四炒之后是什么 四炒四炸 四炸 这炸这四个好漂亮 炸这四个是什么 炸鱼 炸鱼火 鱼盒子 这是有这两个炸 那两个就随便 其他两个就随便 一定要有藕盒子 为什么 因为它是家庭合母 夫妻两个合合母 是 这个就是藕盒 而且这也是功夫菜 你看它用藕片 然后中间夹的是肉 然后再一起下去炸 而且它每一个都炸得这样子 金金黄黄的 金黄色就可以 所以它的火候的掌握一定要非常的好 好香喔 而且我觉得它这26道菜我吃到目前我有一个感受就是 它虽然每一种的口味 口感 香气都不一样 但它其实是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融合的 而且它的东西就是有鱼 有肉 有菜 所以它的营养也很均匀 不会让你觉得负担特别大 四炸完了之后是什么 四炸完了就算是六星碗了 六星碗 六星碗就是桌上六个比较大的碗 它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碗装啊 这里面有什么说的 这马上就给客人一个信号 上了这六星碗就可以马上就吃饭了 九星 九个三星才个五味嘛 酒就喝到一定程度了 这里马上就要开饭了 当年太后李凤姐品尝之后大家赞赏 说到青阳宴席百里不同 从此青阳宴席就名门下二 在宾州还有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简纸 现在请随外警队看看宾州简纸 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 每回拍摄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 只要带到学校就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因为那表示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已经传承到孩子们的身上 而且不管是否落实到位 都是一种希望 宾州民间简纸艺术 是农耕文明的一种产物 也是民俗文化的载体 它以丰富多彩的形式 亚俗共赏的内容 形象深刻的象征寓意 随着一个个的民俗节日 就呈现出来了 而且亲切动人 农州民间简纸的传承 主要是祖辈跟师徒相传的 目前还有众多简纸艺人 跟爱好者 所以说是人才辈出 同时也发展出越来越多样的表现手法 简纸艺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呈现的方式 在过去它可能是在日常生活 或是风俗上面占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一直发展到现在 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 那冰州本身也是中国算是发展得非常早的地方 冰州的简纸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它又有什么样的特色 冰州简纸也是中国简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冰州位于黄河下游 黄河文化对冰州简纸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过去在这个农工文明的时代 劳动人民用兼职装饰生活 而且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兼职艺术 这些艺术到了新的时代 有了更大的串承 特别是在这个学校里面 提倡串承这个兼职文化 对新少年学生 他们提高他的文化素质 生命素质 把这个懂手懂闹的能力 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对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快乐成长也是很有益处的 实在以前可能是 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 妈妈会带着小朋友们 去捡一些春联或是穿花等等的 可是因为现在时代的不同 可能这样子的传统 在家庭里面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也把中国非常重要的 传统文化带入学校 让小朋友从小就可以接触到 这样子的一门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艺 像这个妹妹 她其实本来是很活泼的一个小朋友 但是她拿到一把 就是老师特别挑给她的金剪刀 然后她一剪纸之后 就变得非常的安静 你看我能不能打扰她 我没有办法打扰她 为什么你的剪刀跟别人的都不一样 就是老师让我用这个刀 为什么老师会特别拿一把这样子的金剪刀给你 因为剪那个时候要用大剪刀 是 那你喜欢剪纸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剪纸是我的爱好 这儿的剪纸艺人呢 都乐于分享剪纸心得给学校的孩子们 最小的从几年级开始教 最小的十岁吧 第一十岁不行 第一十岁不行啊 这个剪刀它危险 你剪刀它危险 有尖尖利利的地方 不剪不能不行 这个东西就是线两线 再就是剪纸 你不能处理剪纸的规律 剪纸剪骨线吧 这里的剪纸都是用剪吗 有没有磕的部分 一个磕也是很大 有的时候你弄一些大点的刀拼 它手间不方便也可以磕 也可以磕 在有年不一样长 一个长一个短 要一个长一个短 一样长不行 我今天才知道 这个剪纸虽然是各地都有 但其实剪刀也是有奥秘 一个长一个短 下刀比较方便 孩子们透过剪纸 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跟追求 也反映他们高尚质负的情操 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他们可是宾州未来的希望 像爱心生气的时候 我看我看一下 我看我看 太紧张了吗 其实还是有点样子 本来想剪什么 桃子 桃子 桃子怎么会有火焰状 像被我吃了一口的桃子 还是很可爱 看到小帅哥 然后拿把剪刀剪个红纸 完全也没有打底 就这样剪 你看 跟自己好像 脸尖尖的 头发刺刺的 你们都喜欢剪纸吗 喜欢 喜欢剪纸还是喜欢帅哥 剪 导演帅不帅 我帅 说到非物质化遗产的最大特色 就是不脱离民族的生活跟生产方式 是民族个性跟民族审美观的一种展现 这些会依托在人的本身而存在 以声音 形象 或是记忆为表现的手段 并借着牲口相传得以延续 而这些都是文化当中最脆弱的部分 难怪中国跟全世界都在大力保护 节目谢谢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